今天來到這裡,教育局抗議,聲援林偉詩老師 抗議政府不停向梅林學校施壓 對林偉詩老師作出政治迫害 在上個月,林偉詩老師在街頭上見到關青協之暴力的建制組織 去滋擾法輪功的街頭,打擾別人的集會自由和言論自由 林偉詩老師在街頭上只不過是希望警察可以公正地去執法 去阻止暴力的事件法律 但是警察選擇性執法不得止 今天還要與政府和很多建制派的組織 將這件事,林偉詩說粗口這個事件是上方上線 今天這個不是一個粗口的事件 今天是一個政治的事件,是政治打達,政治迫害的事件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學了一個林偉詩老師 認為他應該辭職和道歉 他今天應該走出來,和我們這麼多的事件出來去聲募他 大家知道昨天最新的民謀就是 雷振英的民望是沒試過這麼低的 陳茂波、麥齊光等等的行政會成員 政府的部份都是頻頻地爆發出醜聞 不是犯法就是貪污的 所以建制派現在很需要一件事 去挽救政府的民望 這個林老師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他們用來轉移視線 但事實上就是今天的政治打壓是越來越嚴重 尤其是青關會是去年、一、二年 在梁振英上台之後成立的 青關會、外匯香港力量、外港之清等的組織 全部都是為了保護維護建制派這些流氓組織 是不停利用暴力打壓一些反建制、反政府的人士 所以這個是一個政治事件 是打壓越來越自由和集會自由的 所以如果林老師今天是因為受到壓力 就是他現在放了假,九月份全 整個月都放假 但如果是因為這樣,再加上一個壓力而是辭職的話 這個是對於整個民主運動的挫敗 剛剛給了那個簽名 但是最終他不會被動是因為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不相信教育局 其實我認為給了他們是沒有意思的 只不過是拿出來 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是有這麼多個市民 就是二千多個 短短一個禮拜之內 是只是在旺角區 有這麼多個簽名 就是讓他們知道是有這個民間的聲音 因為之前有很多 又說什麼千四個的投訴 其實這些是建制派的背後去動員這件事情 但是這些我們的簽名全部都是街頭普通的市民 家長 他們是出他們的聲音 這個是他們的意見 就算我們給了他們 他們都一定不會當是一回事 我們不會相信政府 那這件事不是好像沒有用嗎 不是,其實這件事我們 就是我們不會相信政府 或者教育局 等於我們不會相信梁振英 因為我們抗議他 他自己會下台一樣的